大家好 歡迎來到台中房地 我是大祈 今天回到壇子跟大家介紹一個超值的透天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巷子 它是復興路的巷子 那我們往路的鏡頭這裡 就可以到我們的復興路一段 壇子的復興路一段 那往遠方看有一個鐵路高架化那個地方 那邊就是中山路 所以因為是在復興路一段 我們去到北輪好事多 大概車程不用5分鐘就能到 如果要去喬中國小 那騎車也大概3分鐘就能到 在復興路往北的話 那去可以到我們的壇子找事 也包含了我們的壇子車站 去到那邊大概還是4分鐘以內就能到了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復興商圈 裡面的巷子 鬧鐘取勁非常的棒 好那可是 我們的物件不是在巷子 是在弄 再往裡面走 這個巷弄的話它是一個鏡像 我們看我們剛才有從 水溝邊邊 量到水溝邊邊這裡 這個面寬 路的面寬大概3.5米左右 今天要介紹就這件囉 它的面寬4米 像我們看好像說隔壁鄰居這樣子 表示說因為它這個巷子寬度不夠 比較適合直接 倒車進來 像我們這個位置 其實也比較適合這樣的模式 那隔壁如果或者說你要像隔壁這樣子 斜停這樣子 它沒辦法直接正 這邊是它的客廳的空間 那屋主 堆放了非常多的 這個傢俱跟白飾 都還來不及 裝飾 先買 那我們這個 一樓是有挑高的 高高有3.6米 這算是 我們遇到的物件來講 數一數二高的 這裡來到我們的公用衛浴 就是樓梯下面的這個衛浴 不過這個衛浴就是它的 衛浴設備啊 牆面 整個都沒有重新整理過 都是原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霧放的部分 樓梯下方這邊有一些掉漆的狀態 這邊原本是廚房 廚房的這個爬煙管上面也是有一些必然 跟掉漆的狀態 包含這個 天花板這裡 有一些掉漆的狀態 它的後門可以來到它的後院 這個後院是包含防火箱的一個間鞠 對面的話因為它有 把這個牆 堆砌起來 所以這範圍就大概是落在這個牆 過來裡面 因為這個防火箱就大家側面都有 微圍牆 所以它是沒辦法暢通的 走不過去 但是通風啊採光是 還留有一部分 來去二樓看喔 其實這個地面啊 我們看一下它這個 本來是咖啡色腳踢 防腳踢的這個 都有看到一些白色的墳墓 這邊也都是有避來的狀態 先來看後面這個房間 它做成了一個木質地板的盒式 那 不大 就比較小巧 防震一點 後面有一個後陽台 那陽台過去的話有一個衛浴 但是只有馬桶 就是上廁所 洗澡基本上來講還是要去樓下 他這個房子的 漆喔都有一些掉漆的狀況 啊這一間的 用外板這邊也都是 可以看到這個是紙片 它是 算是之前是用 紙片把它擋住 防止它漆掉下來 它就是沒有再重漆過 用紙片先擋住 不要一直掉下來 可能那個吊漆直接砸到人會不會讓人覺得非常的吊漆 我以為他是要做記號 哪裡要整理 不是 那我們直接看它的天然採光就好 今天是陰天 所以它其實你可以看到它的採光還是蠻好的 前面有一個陽台 陽台蠻寬大的 它可以說是整個面寬 4米面寬的這個陽台 它有加裝這個不鏽鋼的鐵窗 其實寬度也蠻寬的 狀況還不錯 狀況蠻好的 這個不鏽鋼的狀態蠻好的 呃財光 那個 還行啊沒破 對啊 財光照也還不錯 那我們看一下它陽台 上面這裡 也是有一些物況 對啊因為它這個屋領也不算年輕 很多 部分都還需要再整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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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樓 三樓 都有點 先看後面這個地方 非常適合洗衣曬衣的空間 這邊也有原始調的這個曬衣架 那這裡落水口在這邊 落水口非常大 那有電源啊 水源都有 他的水塔在這裡 等於是在室內 比較好維修 也比較安全 前面的話 這個是神明天的規格 他有做這個金剛架 木質地板 這是木質的啦 木質的天花板 上面這個陽台跟下面的差不多 那剛才對應到剛才樓下那個屋況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明顯的 這個新胎的痕跡 積水 這邊可能會有積水狀況 這邊要再處理過 只有三個房間 連這個 這個的話 如果你不當神明天 還可以當房間使用 不然他的話 他就是 其實就是兩房這樣 現在這個在 盤子 復興路一段 靠近 積結好事多 超值 扣天 目前開價 1288萬 趕緊來電 預約賞物 無論壇 2 來是